現在啊教導大家 怎麼樣認什麼戒指 譬如說像這個 它就是一個非常經典 它算不多 這已經算是台灣人的結婚戒指了 好不好 來 這是我媽的鼓動 第二次世界大戰裡面的東西 聊天室 不要鬧好棒 現在在影片開始前呢 大家請記得幫我按讚、訂閱 打開小鈴鐺喔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財 今天有重大的事情要跟大家宣布 你們活了這麼久 怎麼還一天到晚問我 婚戒、訂婚、親女對戒 到底有什麼分別耶 那我今天呢要跟大家 詳細的解說一次 那在這邊呢 阿財一定也會向大家推一些 阿財覺得不錯的東西 最近啊 阿財在看這個IG、FB的時候 大家都說 你不是就是那個穿搭之鬼嗎 請問 我想要跟女朋友 一起去做結婚戒指 但是呢 我又不知道 她訂婚的時候要送她什麼 蛤? 這個話語對我來說 蠻confusing的 你知道嗎 就有點恐夫子耶 欸我想說 這個不是兩馬子的事情嗎 她才告訴我說 其實有這麼多的人 都搞不清楚 因為今天呢 我們家助理來的時候 我就跟她說 我要做這個主題 她說 蛤? 鑽石戒指嗎? 有什麼兩樣? 哦!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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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可大不一樣了 沒關係 那阿財呢 現在為你一一講解 好啦 在我們知道婚戒、對戒、不管什麼戒 所以之前呢 阿財在這邊呢 要先給大家西方人交往的概念啦 首先我覺得我在台灣這一年來呢 聽到的故事 其實也是蠻多的 但是我都有一個一樣的錯覺 就是你們不覺得 在一起的太快 會倉促 很一頭就栽進去了嗎? 首先我們先分清楚 在國外的時候 交往大多是怎樣的關係呢? 首先我們叫做 Dating約會階段 我可以跟你約會 也可以跟她約會 也可以跟她約會 我們先了解一下大家 因為其他東西我就不講了 那就是不一樣的嘛 第二個階段呢 就叫做 Exclusive Dating 專屬約會 也就是說我們認識的有一點久了 欸!我覺得你不錯 我也不錯 我們有意 想要往男女朋友放上去 因為有時候啊 你在看一些影片的時候啊 你可能不太了解 西方的笑點或怎麼樣 譬如說 像這部電影 How to lose a guy in 10 days 裡面就有一個畫面啊 那個女主角呢 想要在10天內 甩掉這個男朋友 然後這個男朋友呢 跟人家打賭 想盡辦法撐下這10天啊 她就會把自己的牙刷啊 拿去她家放 或是把自己的衣服 我曾經就有這個經驗 喔!我曾經啊 就跟一個美國人在Dating的時候 因為我當空姐嘛 所以飛到的時候 我就去她家 默默的把我的衣服 掉到她的衣櫃裡 不得了不得了 她必須要跟我長篇大陸一番 因為剛好那時候感恩節 她說我覺得 你來參加就是感恩活動 我覺得很好 她就說 喔!我們 我覺得我們進展還沒有這麼快 你把你的東西放在我衣櫥裡面 是想要展示地盤 還是怎麼樣呢 所以這番話 讓我小小心靈有點受水 其實我也沒有這樣想過 所以呢 就像剛剛我說的那個 這些東西都是 越舉的行為 那接下來一個階段 就是我覺得 我很適合你 你很適合我 我想要下點承諾 喔!承諾 當承諾的時候 他們就會有一個東西叫什麼 Promiserie 他可能會送你一個定情之物 然後很專心的問你說 你是否可以當我的女朋友 然後我問很多台灣人他們說 蛤!這個是要說的嗎? 這個是要問的嗎? 這個當然是要說的要問的啊 因為你們現在回想一下 你們在一起非常的倉促 是不是過不久 你就會開始發現 會有劈腿的現象發生 或者是會有一些 覺得沒那麼適合的現象發生 就是 談戀愛很快 但是抽離的也有一點點快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 他非常的渣 他沒有教過女朋友的定義是 他只睡女生呢 他是美國兄弟會的一個 非常帥的男子 不說啦 就是 畫衣服的那個男生啦 然後他又揚言說 只吃金髮妹 於是呢他就跟我講了一個理論 他說 如果我一開始不跟你講清楚的話 我才是真的渣 因為我開始就跟你攤牌了 我也沒有欺騙你任何事情 那如果你覺得 我們可以做陪伴 或是搭檔的話 大家自己去腦補 那是什麼字哦 所以我講得非常清楚 你要先想想 講的也是對餒 因為畢竟他也沒有騙誰啊 今天我已經想清楚了 我決定對為這個人付出的時候 就會去問他 請問你願意當我女朋友 表示我對你 一定要有一定的責任了 那這些步驟呢 阿菜基本上已經講完 那男女朋友下一個步驟就不用我講了嘛 可能是同居 哦 很多人也很快同居對不對 我跟你們說 同居不能這麼快 你一定要得拉扯拉一點距離 要不然的話 事實很快太在眼前 他也能很快的 對你沒感覺 我剛剛是單壓了 所以接下來同居之後是什麼呢 訂婚 結婚 後面我就不多講了 所以阿菜呢 現在啊 教導大家 怎麼樣 認什麼戒指 首先我們看到的叫做 Promise Ring 那我希望呢 大家其實在交男女朋友的時候 你們可以稍微想一下 來 把這支影片 直接按下分享 偷偷的丟給你的男性有人 對他有一次曖昧 多丟 然後下面寫 哈哈 阿菜好好笑喔 原來戒指有分這麼多等級喔 掉他的話 然後之後再跟他說 你跟之前跟其他人交往的時候 有這樣分嗎 這時候男生已經掉到陷阱裡面了 暗示 我想要一個戒指 好 那我們的這個定情小戒呢 基本上就是一個尊重 男生也是 你自己要想清楚說 哦 那我決定為這個女生負責任了 我自己是想清楚的 你就可以擺脫 那種渣男 軟爛 軟 軟 軟 爛男 吸塵器了 因為呢 阿在這邊有些朋友呢 也就是 基本上就是渣男 軟爛的吸塵器 當你收到這個Promise Ring的時候 就表示你們是 男女朋友 我覺得儀式感還是要有的好不好 你說那男生有戒指嗎 那基本上男生是沒有的啊 女生可能可以為他做一些事情 做一些事情不是苦下去那種耶 欸 你們先站起來啦 做一些事情呢 是譬如說 你可以煮一頓飯給他吃啊 有個煮光晚餐啊 那你可能可以把家鑰匙給他啊 感覺是 欸 你自己也付出了一些什麼東西了 好 Promise Ring這件事情呢 基本上不用買太貴 心意很重要 如果能力好一點 你想要送一個 Vancliffe的 也可以 但他絕對 不是那種大顆鑽石啊 那個就 太多了 太多了 要是我是那種女生的話 我一定馬上 拔腿就跑 蛤 我很爽耶 看 台灣就是有像你們這種台女 哈哈哈 所以呢 我建議大家 就是比較簡單 潘朵拉的戒指呢 我在這邊可以推給大家 潘朵拉的戒指 差不多是長這個樣子 我覺得他非常可愛 他的價錢在兩三千以內 那他就是有兩個小愛心嘛 所以他很適合當Promise Ring 那其他呢 當然有一些 手工店 DIY的那種 那在這邊呢 奉勸大家 盡量就是 買純銀的 如果你今天想說 啊 我想要給他一個 帶鑽的感覺啦 可是我又不希望太貴 來 差不多是長這樣的 也可以當Promise Ring 鑽石非常非常的小 然後有兩個愛心的 他旁邊有小碎鑽嘛 很小很小 這一隻差不多在美金 200塊以內 喔也是非常OK的 女生收到就會非常開心 那為什麼之前要先做好呢 我的朋友是有這樣的經驗 女生是亞洲人 他也就是在異國 認識了其他的男生 他跟那個男生交往已經一陣子了 他以為他們男女朋友嘛 結果呢 有一次這個男生就帶他去野餐 野餐之下 他就看到一個盒子 那他是要求婚嗎 一打開 他想要跟他正式成為男女朋友 直接大報氣你知道嗎 他想說 你讓我滿心歡喜的 覺得你要跟我求婚 結果Promise Ring是什麼 那當然 這件事情呢 我就跟他說 啊 原由是為什麼的 想到這邊記得女生朋友 你們在看這部裡面 趕快 再傳給你的男生朋友 好 接下來 我們要講的是 訂婚戒 也就是我們的求婚戒子 那請問我後面這位 呃 妹妹小姐 如果男生跟你求婚的時候 你覺得 你想要收到哪一款戒指呢 如果沒有鑽石可以嗎 看戒指跟男生長大好不好看 那今天男生 這真的很帥呢 看他平常的付出 也就是說 戒指這種東西 身外之物 今天 他就算是可樂的拉環 只要你夠喜歡 你也會愛得半死 求婚戒指呢 基本上呢 不用在意 他有多大顆 每個情侶不一樣 我在這邊再次的強調 求婚戒指 他就是上面要有一顆鑽石 啊 請問一下 你是有多常被人家求婚啊 沒有啦 很多是我自己買的 有的是我媽的啦 確定耶 我這邊手上很多耶 這只是拿出一半而已 一半 首先我先給大家看一個比較簡單的 譬如說像這個 它就是一個非常經典 它算 這已經算是台灣人的結婚戒指了 這一隻 我告訴你 6萬以內有找 它的鑽石大小 基本上只有30分而已 那是因為它台子 座比較高一點點 所以你看起來會比較大顆 另外一顆就是這種 有一顆串旁邊在搭鑽的 這一顆一樣是30分 因為我的手可能戴太大了 會沒有那麼好看 好不好 來 這是 我媽的鼓動 第二次世界大戰裡面的東西 這一隻它就有到一顆拉 它 它台子一樣做很高 它是比較古典的台子 它也可以拿來求婚 那你們很常會聽到說 那我拿我祖母的傳家之寶啊 或是我祖母的婚戒 那是 多大的榮耀 你們知道嗎 好 然後再來我們現在看我手上這一顆 有沒有開始覺得 嘻花起來了 這一顆也差不多將近一顆啦 這種戒指的時候 台子很重要 有些人會先去買鑽石 再去做自己喜歡的台子 它基本上呢 上面加一加差不多一顆啦 那這一顆呢 基本上我改過size了 它本來是我媽的 也是我爸去阿根廷拍賣會的時候 拍賣回來的 也是 歐洲的一個作品 那基本上呢 它比較不適合拿來當婚戒 因為它其實很難搭 你下一個階段的東西 所以這個可能 很虞花的promise read吧 那在這邊呢 我跟大家講一下 一些比較大的品牌啦 像siphony啊 或者是herry wiston啊 或者是你可以看到我一個 非常喜歡的系列 shomay的be my love 對啦 就是小美啦 有能力的人 當然有這些選上啦 剛剛那些呢 那都是比較貴的系列 如果是比較便宜一點 然後又不會踩人 你們可以試著 選一下我點睛品 那基本上百貨呢 都有櫃檯 你們可以去試試看 或者是亞歷絲 那我覺得他們 應該也是不錯的選擇 那這邊呢 提醒一些男生就是 你們要求婚的時候呢 像我一個朋友 就會比較care說 他在被求婚的時候 手指有沒有做好指甲 所以他就會 先跟他的男朋友說 我希望呢 你跟我求婚的時候 我的指甲是 非常完整的 有些女生呢 他們可能很在意自己有沒有化妝 因為有時候都會被拍下來 或者是呢 他想要漂漂亮的照片 我覺得這兩個是我聽過最大的兩個雷 當然女生不見也沒有關係 你們介意的 在下面 給我們這些廣大的男眾 一些意見 現在呢 要跟大家介紹 婚戒 wedding band 上一個最簡單的東西 讓大家了解一下 首先我們先拿到這個 這個 這一咖是我在羅馬買的 Catier 但我覺得我個人戴Catier的 像那個手環啊 或者是這個戒指啊 我覺得沒有那麼好看 因為我覺得他太方了 所以對我來說沒有這麼的美 但是我在這邊提醒大家一下 我個人覺得 玫瑰金是雷 不要買 我買了玫瑰金很後悔 你 either買金色 要買就買銀色 喜歡曬太陽比較黑 那我覺得金色很搭你 那你可能比較白 那我覺得銀色很搭你 如果買玫瑰金的話 你就會像我一樣 把它放在衣�裡面 都不會帶出去 欸 大家又不太明白說 欸這個怎麼會叫wedding band呢 那他跟你上一個說的求婚戒指 有什麼不同呢 來 這是什麼 求婚戒指 所以呢 你會先戴他 這個是你的婚戒 然後呢 你的求婚戒指會再加上去 兩個 西班牙文我們就叫做 共婚貼党 欸也就是說把兩個合在一起 他們是可以配的 好啦 剛剛我是不是有介紹一個牌子 亞歷斯 今天不是工商好不好 你們可以看得到 比較粗的是男生的戒指 再加上女生的婚戒 再加上女生的婚戒 再加上求婚戒 所以呢 各位觀眾 不管你是什麼性別 今天你想要求婚呢 你可能要買求婚戒 那到時候的婚戒 是不是也可以跟他 match一下 那你說 蛤阿菜 你看的那個東西 都有點貴呢 我覺得還是太貴 沒關係 阿菜也在這邊呢 再跟你推幾家 但我並沒有去使用過 我只是聽我朋友說而已 他的價格呢 是差不多在 金宮銀戒 單支可能在2500 然後銀戒的話 單支可能在3000 很便宜了吧 今天這支影片呢 基本上就是給那些想要知道 想要學說 誒他們的分別在哪有人看 或者是 想要暗示別人的人 我先推薦這一款叫 Mini Fist 那他也有 就是情侶對戒方案 9900 上面有其中一支 可能有 香一個小鑽戒 這個就是比較偏那種 誒自己出來做的工作法 因為有些人 他們就不喜歡 提化大牌子 喔 或者是 敲金弓 那他呢 基本上比較偏向 銀式飾品 那他一樣也可以搭鑽石 基本上他就是幫你手工自己做的啦 我在這邊告訴大家 我有一些結婚的朋友 他們是怎麼做的呢 很多時候我們當空姐的時候 飛到外站 通常紐約有一條街 他專門在賣鑽石的 所以呢 你在這邊買的鑽石 如果你不是紐約州的當地人呢 你只要離開紐約州的話 他寄給你 基本上是可以省下那條稅的 就可以省下很多錢 通常人家怎麼做呢 他們可能會去名牌店 先看好他喜歡的款式 然後呢 男生就會去挑那個鑽石 再請人家幫他做 做一樣的牌子 這也是另外一種方法 但是男生一定得做功課 因為你必須先了解很多東西 這是省很多的方式 如果呢 你覺得 欸你很有錢 或嫌太煩的話 那當然 你也可以去選擇 已經做好的名牌了 那最近呢 我身邊的朋友們 以及我自己呢 也都很關注這款戒指 是Chanel的 大家講到買珠寶的時候 可能不會第一個想到Chanel 但Chanel的確最近 實在做的蠻好的 我覺得他價錢沒有到非常的高 我看小美那顆 一顆拉的話 差不多要79萬到80萬 就一個求婚戒指 那我看到這一顆呢 基本上 我推薦金跟銀 他男生的是不帶賺的 當然他有其他款式帶賺 但我覺得男生不帶賺的很好看 然後呢 帶賺的這個 一圈賺的 超漂亮 再來就是他有分中版跟 細版的 男生可能比較粗曠的話 可以選個中版 如果你要求婚 一直到結婚的話 都可以一整套用的 那我自己覺得他的價格是 算蠻合理的範圍 黃黑金的話 基本上在4萬2左右 最細的 那中的話 可能就會在8萬 因為中的比較寬嘛 但我個人是推細的 我覺得蠻好看 那有待賺的 可能在10萬8千左右 好 Anyway 你們自己去配 我今天只推給你們 我覺得這一套 大家可以去看看 如果你們想要找同一個sell的話 我都是去101 101走進去就找那個 Hey Jacob 我看阿菜影片來的 你們可以去試戴看看 各位情侶們 好 今天影片呢 就差不多到這邊 希望呢 今天影片過後呢 大家不要在一天到晚問別人 如果有人問 就把這支影片傳給他 基本上這支影片 已經講得非常的清楚了 決定買還是不買 還是直接公正起來 或者是你們想繼續當泡友 那也是沒問題 如果喜歡我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 打開小鈴鐺 在這邊跟大家小科普 一個東西就是 如果你今天去香奈兒 Dior 如果你是去買包包的店 看到他們的珠寶的話 大家要比較注意一點 就是他們不是高定珠寶 那如果像Chanel的話 賣手錶的地方 或是他一些定制珠寶 剛剛介紹的戒指啊 他們就是高定珠寶 他們不會發生 底下 你們準備看到的景象 好來 這是Dior的耳環 那有沒有看到 他的問題就是 有沒有看到 他的鑽石 他的鑽石只剩三顆 其實他就是不小心就掉了 那這個是Chanel的耳環 一樣 這個有點久了 所以他的 上面是珍珠 有沒有看到 他是珍珠 剩一顆兩顆 幾顆而已 但你們都可以回去修回去補 因為他的價格 可能比較 平易近人的關係 他的品質就是這樣 看大家能不能接受 都可以回去補 然後把它當中 把它的 快 Mozart 十分 做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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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